今天挨精选带你来看 美国的大选结果 是不是都已经底定了呢 其实选举人团都已经投完票了 没有悬念就是拜登入主白宫啦 而且明年1月20号 就要在华府来宣誓就职了 没有想到现在传出来说 川普他还要继续闹哦 据说他大发脾气 在白宫里头赖着不肯走 还扬言说 拜登你就算宣誓就职了 我也要去 也不要离开白宫啦 而现在CNN报道就说了 让川普会这么任性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两个人在作祟 就是他的私人律师 朱利安妮还有爱丽丝 一直不停地在煽动川普 不过现在呢也有幕僚说 川普其实他只是气不过 在唇发泄而已 因为其实他是真心地相信 自己已经赢得了大选 所以呢现在照 他觉得自己的是胜利 被人家偷走了 所以接下来在他倒数的总统生涯当中呢 川普到底在忙些什么啊 据说除了是在想一想未来的规划之外呢 据说他也在思考如何向这些背叛他的共和党人 甚至还有包括福斯新闻来展开报复哦 反观拜登这边在干什么呢 现在紧罗密鼓在布局未来他上任之后的人事 不过现在争议也不少 就有妹妹爆出来说他打算要提名迪士尼的董事长艾格成为驻中国或驻英国的大使 好另外还有一位是迪士尼的制片人卡森伯格 现在也有可能是某一国大使的人选之一 来看这两个人是谁呢 原来都是拜登的死忠支持者 而且曾经在大选的时候分别捐出这个台币大约七百万 另外一个是一千七百万给他当这个募款的这个竞选募款 但是迪士尼我们带您分析一下 过去曾经闹出了蛮多起亲中的争议哦 而且最近闹最大的就是这个花木兰的电影了 这个花木兰的真人版当中请来女主角刘亦菲 但是他曾经发表挺港警的这个言论 结果就被各国抵制 而且呢在这个片尾当中啊 竟然还感谢了一长串的中共机构 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新疆再教育营的管理机构 也获得了这个国际接人踏伐的声浪 另外呢现在现在就传出说 迪士尼的老板可能会成为驻中大使吗 好台湾的网友也看不下去了 就批评说你拜登是不是没有在演了 直接填起来啊 还说这个填共甚至比赛冠军是迪士尼当之无愧呢 不过同一时间呢拜登他的儿子杭特 电邮门的争议又再被爆料了 根据纽约邮报还有福斯新闻取得一封最新的电子邮件 里面就揭露说杭特竟然曾经在2017年的时候 寄了一封电子邮件给这个华能 华信能源的董事长叶简明 他要催他说快点电汇给我1000万美元 这大约是2.8亿台币的金额 要来协助他成立华英控股 而之后叶简明也回了 说我们已经安排了我们的好友 包括华信能源的执行董事张建军 还有金辉集团的财务总监董公文 说这两个人我已经安排好了 他们会尽快的来挹注资金给华英控股 结果根据美国的调查报告就显示 原来这些人都跟解放军有关系 不过拜登对此一样是坚称说自己的儿子没有做错 他对杭特的清白是有信心的 但是要带你看的是现在中共的黑手 真的是无所不在的渗透在美国的政坛 甚至他还传出洒出了多达195万名的中共党员 渗透在多国的领事馆还有全球的企业 据说只要花台币5.6万就能够拿到F35战绩的机密 今年快过完了展望新的一年 未来2021的市场展望到底如何呢 现在彭博就对17个发展中的市场 做出了最新的调查 发现了2021年前景最好的新兴市场 来看到我们台湾上榜了 前五名就是泰国 俄罗斯 南韩 台湾 还有马来西亚 那么当中来看到的是中国 中国表现竟然是最后一名 是最落后的一个国家 不过我们带您统整一下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中当中第一名的泰国 是因为他们有雄厚的储备 还有资金流入的原因 所以占到第一名 另外来看俄罗斯 是因为他们有强健的外国账户 还有财政 另外认为卢布的汇价 已经被低估了 不过来看中国的部分 为什么会是最落后的一名呢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央行 现在在调整汇率 所以要避免人民币过强 接下来有可能是有下跌的空间 但是我们带您来看的是 最近中国的电动车的股价 似乎是涨势非常的惊人 因为现在在电动车的市场 一片看好的影响之下 来看电动车的龙头特斯拉 股价竟然是年涨了六倍之多 现在市值已经超过了 六千两百亿美元了 而反观中国现在电动车 最知名的就是蔚来汽车了 它的ADR今年以来 也已经大涨了十倍之多 市值飙上了将近七百亿美元 另外生产油电混合车 还有电池的比亚迪 股价今年在香港也是涨了超过三倍 市值来到六百九十亿美元 而你可以看到这些金额 相较于传统的汽车商 包括像是通用还有福特 其实市值都是超过的 不过我们谈到销量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来看2020年前三季的小鹏汽车 现在他们的销量 竟然只有1.4万 不过相较之下 这个2020年前三季通用汽车 则是在中国卖出超过一百九十万辆 不过来看 其实现在中国已经定下了目标 也就是在2025年之前 这个2025年 这个电动车占汽车的销量的比重 要达到二十趴 那么2035年据说还要达到五十趴 也就算一算在2025年前 意味着中国的新能源车的销量 会每年30%到这个35%的速度来成长 不过现在看到这个电动车的肋骨大涨 其实散户是功不可没的 我们就等您看 美国纽泽西州有一个这个散户 它叫做科伊尔 它竟然六月份以来 买进价值超过五万美元的未来股票 而宣称它的投资报酬率 已经逼近了百分之三百之多 另外还有一个是加拿大 也有一个产品经理 它近几个月来对未来还有小鹏下注 结果透过这个选择权的建立 让它进账据说达到数万美元 不过现在它也蛮恐惧的 因为它认为现在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类股 似乎这个价格走势 真的很像是加密货币一样 认为有可能 未来可能会出现泡沫化的现象 不过现在市场还是一片的看好 一片欣欣向荣的 而且中国据说现在卖最好的电动车 不是特斯拉 而是国产的武林宏光 mini EV电动车 甚至还被中国的网友 封为是国民神车 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青睐呢 一起带你来看 方方正正小小车型 这是中国现在最火红的国民神车 武林宏光mini EV mini EV事实上不过才开卖三个月 这年距离压电动车龙头特斯拉 11月销量超过三万辆 但日销量更卖出超过2000辆的亮眼成绩 成为全中国卖最好的电动车 然而mini EV在中国热销 可非没有原因 最主要是修个短话 一辆mini EV定价值落在12到17万台币 而且是货真驾驶的围棋校车 该有的功能全都有 和一般轿车差不多 配备双门同样有四人坐 虽然只有27匹电动马达 最高速度也只有大约每小时100公里 且仅仅120到170公里的续航力 但体型小方便停车 又能在城市车阵穿梭自如 因此定位清晰的架构下 更容易吸引年轻一代或小资族群掏钱购入 武林品牌宣布将建成百家武林新能源体验店 卖入活力年轻的品质渠道新时代 另外有分析指出 mini EV目前会大卖特卖 还有因为比起偏好高单价特斯拉车款的一线城市民众 中国二线城市以下的大多消费者 为了也能满足购买电动车的欲望 低价位的mini EV就会是最佳选择 好开 好停 省钱 这些因素的驾驶下 在燃油车市场销声匿迹的V型车 终于以电力驱动的方式焕发了第二春 然而mini EV可以称为国名车 除了本身车子的魅力 有分析指出 当然还有武林宏光脑字号品牌的光环加持 尤其在中国武林宏光几乎就是耐用耐操的代名词 因为1960年代 他们就是以制造拖拉机柴油机为主 接着直到1980年代 他们才开始生产货车 卡车 以及苏车 面包车的箱形车 而那个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吹起地摊经济 武林宏光不断打造出性能 价格 平易近人的车款 吸引大量大量的买气 让武林宏光的车越来越普及 还被网友拿来和动画 投文字帝的梗作结合 投文字帝剧情主要描述一辆86汽车 速度超越其他跑车 而网络传说则叙述 武林宏光面包车 早在多年前就称霸动画长进秋名山 还被誉为秋名山神车 尽管并非真实故事 但也确切反映了武林宏光汽车 在中国神一般的地位 三里新闻 上了楼 好 看完了中国的神车 接下来带您看中国本土的豪华汽车 武骑汽车 它在11月的销量翻倍 成为中国二线高档车销量的冠军 其实带您看过去红旗汽车 一度因为开放了外国的豪车进口 而跌到了谷底 直到习近平上任之后 他提倡了公家机关要使用国产车 才终于让红旗起死回生 号称中国版劳斯莱斯 中国第一个国产豪车品牌 红旗汽车 2020年初推出全新设计款H9车型 顺势推动亮眼销售成绩 光11月红旗再度销量倍增 打败凯迪拉克、Lexus等品牌 成为二线高档车式月度销量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1到11月的整体业绩 人小说凯迪拉克和Lexus 但红旗汽车这11月2的销量 比前一年同期大增以倍 成长幅度直接碾压凯迪拉克和Lexus 分别4%和12.4%成长率 但红旗汽车近期的亮点还不止如此 这一辆11月中旬才刚出厂的 红旗汽车EHS9 是一款纯电动SUV车型 12月初还大张旗鼓组成车队 从中国东北长春社车场出发 一路南下6000多公里 到中国南部出席 在南海的博鳌论坛举办上市发布会 红旗汽车11月推出新车 渴望再为年底业绩推波助澜 特别是红旗2019年销量才突破10万辆 2020年最后一个月 渴望达到卖出20万辆的目标 外界分析红旗要达到目标似乎不难 因为除了已经结合现代化科技 红旗汽车的背后 更拥有中国深厚的国足意涵 过去的外宾如果到北京 能坐红旗驻钓鱼台见毛主席 就是最大的国宾待遇 所以这个国车红旗 应该说它彰显了国车的地位 代表了民族的荣誉 同时也体现了红旗车 在国家民族汽车工业的 至高无上的地位 红旗汽车1958年成立 是国企第一汽车集团底下的子公司 在国家资金的加持下 让红旗汽车成了国家节 进行有活动中的官方指令用车 但这样的历史光环 长年以来 实际上却未能反映在销售数字上 中国人的红旗 几十年来红旗汽车销量每况愈下 尤其在中国汽车市场对外开放后 奥迪 林肯 凯迪拉克等大型又气派的欧美车 成为各级领导用车 红旗车厂也一路衰败 根据统计 2011年红旗只卖出两辆车 当时红旗车几乎快被市场遗忘 也被外界视为是笨重 落伍 浩游等代名词 直到习近平2012年上任后 才开始出现转折 习近平2012年开始 提倡中国各级机构 应该多多选择国产汽车 2013年中国外交部率先响应 添购了红旗车作为公务车 之后只要有外国元首仿中 逆兵车经常就是红旗 也让红旗重拾大众的目光 如今在销售榜单上 和各国豪车品牌激烈竞争 显示红旗又渐渐赢得 中国消费者的青睐 夏丽星文春光